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使用后发现 黄牙洞生产出的这批武器 确确实实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 东京的新闻甚至报道说 黄牙洞隐藏着一个现代化兵工厂 设备先进 里面至少有三千名工人 日军更是将其视为心腹之患 一定要捣毁黄牙洞兵工厂 1940年10月26日 日军钢旗大队扫荡八路军根据地 他们曾经无意中闯入了黄牙洞 工人自卫队第一次作战 都有些激动和着急 他们拿着自己制造的武器 把刚给部队修好的炮也架上了 一时间烟火缭绕 好像藏着千军万马 敌人指挥官以为这里有八路军主力部队 没有练战 赶紧就撤退了 1941年 抗战进入了十分困难的一年 敌扣千人以上大扫荡达到上百次 他们不断疯狂地推行蚕食 囚龙计划 还大搞铁壁合围 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实行封锁和扫荡 11月 新华社禁机域特派员 发出前线专店特撑 日军企图集中力量 波禄入侵 位于山西省黎城县的 黄牙洞兵工厂 近5000多名日军准备集结 围攻黄牙洞兵工厂 此时黄牙洞兵工厂 几经建设 已经有了一些家底 坚守是全场之工和战士的态度 日军既然是想攻入黄牙洞 那八路军就见招拆招 首先用黄牙洞有力的地形优势 先困住敌人 让他们失去占领高地的机会 阻止他们进入兵工厂的大门 这一招啊 虽然能拖住日军一会儿 但是后续兵力支援才是最关键的 于是他们部署 总部特务团作为大部队 保卫黄牙洞的安全 而1290部队在外线支援 一旦敌人进行疯狂反击时 1290部队就立刻出击 特务团团长欧智傅接到通知后 立刻与1290部队配合 准备袭击日军 此时时任1290新十旅政委赖继发 接到命令 由他负责带队支援黄牙洞 赖小伟回忆起父亲这段往事 仍然历历在目 我父亲就是隶属于1290新十旅的政委 就直接带着部队的 敌人开始围攻这个黄牙洞的时候 就马上有人就报到这个军中地位来了 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就开始组织部队 为了解这个黄牙洞之位 然而等到了1941年11月5日 日军却直奔黄牙洞东南方向的西井镇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 特务团团长欧智傅接到了一个电话 挂下电话 他马上找来政治委员参谋长等人商量对策 把战略计划下达给每一位战士 为什么这一通电话会让欧智傅这么紧张呢 原来打电话的人正是彭德怀 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 这一次作战对手是日军第36师团 紧接着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佐全 又接过彭德怀的电话 告诉欧智傅说 第36师团找上门来了 老冤家老对手 你们可要当心 这个师团是1939年3月 在日本本土组建的 到了华北战场以后 它的主要作战对象 就是第129师 而且之前一年 百团大战期间 第36师团的钢期大队 就是被129师和兄弟部队一起给打残的 当然了 129师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伤亡 所以两个确实是老对头老冤家 129师的官兵也闭了口气 一定要找准机会好好地教训他 原来日军第36师团 是板原征四郎领导下的精锐部队 而这支部队多次与129师交锋 除了遇到老对手之外 还得面对不同以往的作战模式 为了保护好这颗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左权在建设工厂的时候 利用了黄阳洞的天然地势 和他掌握的现代军事知识 设计了一套完整严密的防御体系 在这个防御体系中 外围有两道防区 三道雷区 核心区又布置了三道火力 和一个大的雷场 有着强大的火力网 核心区内还挖了一条秘密通道 一旦坚守不住 部队和厂区内的物资 能安全地转移 对于时间上的安排 左权要求特务团 先在山口处顶上一两天 措措敌人的锐气 在二道防线再顶几天 然后再上高山 等待八路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后 再来个反包围 整个防御体系是左权亲自勘察 亲自设计 亲自部署的 固若惊涛 他是有信心 让特务团在这里 把敌人给他盗住 特务团老兵多 实战经验丰富 都经历过生死考验 储备的武器弹药 打一两个月也足够了 粮食 干菜 以及之前缴货 舍不得吃的东西 这一次都拿出来了 左权在想 既然日军纵向进攻黄牙洞 那这一次 干脆让外围部队 放开一条路 引他们进来 然后特务团在黄牙洞防区里 进行围攻狠狠地围剿一顿 这不仅能提高 八路军部队的防御作战能力 也可以检验一下 我们的防御攻势和工程设施 这次战斗 敌众我寡 敌鸣我暗 所以左权特别强调了 在作战中 一定要拿捏住稳子 要充分利用有力的地形 猛中求稳 以手为功 第一阶段作战方案 就是在沟里买好地雷 然后在两侧部署截击的兵力 其他守备部队撤到山顶上 把日军放进来 底雷一炸 山倒拥堵 敌人进退两难 这个时候我们两面开火 11月9日上午 日军一下子集中了5000余人 直奔黄牙洞方向 不过当他们逼近山口的时候 队伍却停了下来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敌人派出了几支小部队 在黄牙洞周围探头探脑 到处查看 天上有飞机 地下有大炮 日军却没有急着进攻 他们在等待什么呢 他们到处查看 就是想要寻找一个突破口 十日下午 日军在南口兵力部署完毕 11日扶晓前 日军几次试探着偷袭南口 军未得逞 天亮之后 便对南口发起了强攻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之际 突然狂风大作 风雨交加 不一会儿 漫山遍野 浊水横流 日军拔起靴子 带起泥 行动不便 队伍都挤在了一起 泥泞的山路 并没有阻挡住日军 想要捣毁黄崖洞的野心 所以这一次 日军便找来了几百只山羊 在他们的队伍前面 想用羊群扫雷开路 在山顶埋伏的特务团的战士们 有些紧张 这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 就突破防线了吗 可旁边的指挥员笑了笑说 别担心 咱们这一路埋的都是大踏雷 人和马踩了才会响 羊蹄子小 脚太轻 能踩响几个雷啊 果然 除了偶尔响的几个雷外 雷区大部分蛮好 扫完雷的日军似乎放心了 端着枪就往前冲 跟在羊群后面的日军 慢慢加快了步伐 眼看要进入山口 各机关枪阵地 也猛烈开火 顿时山口前的羊群 四散逃命 日军也慌作一团 躲过了头顶的炮弹 脚底又踩上了地雷 日军指挥官舰撞 慌忙下令撤退 第一个回合 特务团完胜 不久 退回去的日军卷土重来 他们集中炮火 所有炮口都对准了左汇压口 顿时 第七连队阵地上一片火海 炮火轰塌了左侧地堡 机枪手被埋在碎石中 无法动弹 此时情况非常危机 如果挡不住 黄牙洞整个的防御体系 就会被突破 危机之中 只听着一排副排长 陈启富一声大喝 大家跟我来 陈启富 他当时已经身负重伤了 硬撑着 带了七个战士 挂满了手油弹 避开日军的火力 然后往那个山崖上 就雨点半的手油弹 还往那个断崖下面 推那个滚雷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机枪手又醒过来 也进行配合 这样才把日军的攻势 给他遏制出 见此战况 欧之父红了眼 千言正地 已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 他想把炮兵牌 调过来全力回击 可是全团只有两门炮 十二发炮弹 每打一发 都得经过总部批准 欧之父打电话给左权 左权没有犹豫 干脆地说道 十二发全打完 三四发打敌炮阵地 其余的打敌人集团目标 左权告诉欧之父 一定要留意敌人 部队的移动方向 欧之父到了前线阵地 一股刺鼻的味道 直呛嗓子 不远处 一团黄园 顺风就卷过来了 不好 这是毒气 欧之父捂着嘴巴大喊道 戴上房东面具 没有的话 就用尸毛巾捂住鼻子 这是敌人的毒气弹 话还没说完呢 他就晕过去了 毒气是日军的疯狂报复 就是想让对手 猝不及防 乱了阵脚 然后趁机实现自己的企图 八路军会上他们的圈套吗 果然 敌人的卑鄙行为 激起大家愤怒 特务团有些干部战士 沉不住气了 坚决要求主动出击 和敌人硬拼厮杀 欧之父按照左权的指示 耐心地给大家讲道理 戳穿敌人的阴谋 终于干部和战士们 都渐渐冷静下来 这个时候啊 清华日军看到八路军 还没从毒气中缓过来 就在炮火的掩护下 准备向南口 左汇山涯冲去 战士们 藏在高处 将滚雷 手榴弹 全都扔下牙去 这刚刚击退了清华日军 没一会儿 左权接到通报 他看完后 立刻通知欧之父 停止反击行动 原来日军从山外 抓了一百多名老百姓 一百多头骡子 要让老百姓走在前头 给他们蹚地雷 这一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放弃买雷 就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不放弃就会伤害乡亲们 八路军该如何取舍呢 八路军战士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老百姓 就是拼了命 也要护着乡亲们周全 欧之父当机立断 停止买雷 等老百姓安全通过后 再做打算 而就在此时 日军的另一支部队 却有了新的动向 清华日军指挥官 从几个角度观察南口 左侧的跑马站 桃花站 最终决定要选 最险峻的地方作为突破口 1941年10月13日的早上 清华日军 集中了十余门火炮 向着桃花寨 跑马站 开始猛烈炮击 这个时候 欧之父 接到了左权的电话 欧之父 根据左权的建议 调整部署 他来到了第二营的指挥所 经过观察 他认为日军 会从最难最险的地方下手 其主要目的 就是介入水轿洞 进攻黄崖洞 水轿洞地势险峻 对面只有陡峭的断崖 以及一条狭窄的石头小道 欧之父把情况 向左权做了汇报 左权看了看地图 决定 这次我们主动配合敌人 给他们让出来一条道路 部队在沟底 埋好地雷 然后撤到山上 从高处向下射击 滚石头 特务团的这一招 果然奏向 日军打了一上午 才推进二百多米 这几天啊 从来没有占过优势 要么脚底下有地雷 要么就是头上有炮弹在飞 近在眼前的兵工厂 怎么就攻不下来呢 于是他们集中火力 决定来一次大围剿 分兵两路围攻 第八连防守的水轿洞 沿着峡谷进入 地形越来越窄 最窄处只能让一人通过 要想通过这个地方 就只能靠着一个木桥走进去 木桥已经被吊起 旁边都是陡峭悬崖 地下都是湍急河流 日军无路可走 此时在旁边碉堡中 只剩下小号手崔震芳一个人了 他一个人在这里守卫这个入口 他牢记着班长的话 人在阵地就在 日军进不了兵工厂 兵工厂就安全 这个时候特务团已经顽强抵抗了五天 战斗已经处于胶着状态 16日一整天 敌人想尽一切办法 还是被拦阻在水轿洞口 进不了工厂区 黄崖洞保卫战 是刘国梁这一生当中 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那年他是八路军军工学校的小学员 刘国梁和同学们 就隐蔽在黄崖洞附近的 西井镇东北面的山上 我们在四方山的时候 就能听到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的这个炮声 所以历的不是太远 是能听到的炮声 我们在山头上就能看见 日本鬼子在那个西井镇 烧房子 西井的烧的房子往上冒烟 都能看得很清楚 太阳就要落山了 水轿洞的阵地突然起火 片刻之间 山里就烧成了一片火海 原来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 希望彻底毁灭八路军的守卫 攻进黄崖洞 黄昏之际阵地守军已经悄悄撤走了 晚上欧智副向左宣报告 兵工厂机器设备已转移完毕 只剩下一个大锅炉不好转移 但是已经拆分用石头掩埋 时任样板组组长景绍斌 和兵工厂其他人员一起 将机器埋藏 他的儿子姓李宝总会听父亲提起这段往事 兼臂轻眼 把机器拆卸 埋藏 隐藏 隐藏之后呢 厂子组织了护厂队 这些护厂队就是绝死队了 是吧 一匹骡子牵着 然后这些人转山 那就跟那日军绕圈 这个绕圈绕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带着他们往屋路上走 二一个呢 避开我们掩埋机器的地方 最后还用废石块 杂草等做了伪装 造成一种兵工厂早已被炸毁的假象 一个小小的黄牙洞啊 让骄横且不可一世的日军吃尽了苦头 也丢尽了眼面 而一些喜欢猎奇提前制造新闻的日本记者 已经在东京的电台上开始鼓吹他们的胜利 这一下弄得进攻黄牙洞的日军是十分被动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武传南坐立不安 一个劲地骂手下 蠢笨无能 他还给进攻部队的几个主要指挥官下了死命令 两天内必须攻下黄牙洞 否则要他们以死谢罪 第二天 也就是十一月十七日清晨 日军对水窖洞口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 在遭到顽强足击后 又有一部分日军改变作战计划 进攻特务团第二营第五连防守的高地 企图迂回控制整个黄牙洞 最终有一小股日军闯进了兵工厂区 费尽心思的清华日军 进到了黄牙洞后 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场景 十几座厂房倒塌在一片碎石瓦砾之中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不要说机器 就连一颗螺丝钉都看不到 这就是东京新闻大肆报道的 现代化 有三千工人的八路军兵工厂吗 那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地方 生产各种武器的 那么平基的一个山洞 他想象不出 这里面怎么放得下一个 能够生产大量武器装备的兵工厂 所以就到处去搜查 去翻 结果不但没有翻出我们的兵工厂的机器 反而把我们埋在各个地方的地雷给引爆了 所以这一仗日军可以说是 竹篮打成一场 轰隆隆的爆炸声 那是特务团的战士们提前不好的埋伏 此时的日军啊 斗志全武 只能等待援军的到来 八路军特务团这一边 一直在严密监视敌情 他们已经接到新命令 准备出发 原来日军怀疑 八路军在山口设有埋伏 准备连夜逃走 左权要求特务团的战士们 再坚持一下 打一个追击战 战士们一鼓作气 一直追了十多里路 可是连个日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时正好碰见一位村干部 他笑着摆摆手说 别追了 已经被1290部队包围了 原来日军在逃出黄牙洞后 立刻陷入了1290部队的埋伏圈 伤亡500多人后 就匆匆忙忙撤出了离城 原来制定一个月为期的扫荡计划 就此收场 这个黄牙洞保卫战呢 在总结历史的时候 做一个战力 由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战力 来进行学习 当年受到总部的表扬 罗玉清亲自去给送讲题 在黄牙洞保卫战中 特务团的战士们 历经艰险 浴血奋战了八昼夜 终于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他们当中 有年仅17岁的战士奋力杀敌 有双目失明的战士 躺在血泊中鼓舞战友 他们用生命来保护了 当时八路军的兵工厂 这座兵工厂 它成为日后支援抗日武装力量的源泉 这次黄牙洞保卫战 打了八个昼夜 特务团最终以敌我伤亡 六比一的战绩 创造了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范例 确保了兵工厂的人员 和机器设备的安全 1942年 山西省黎城县政府 在黄牙洞建立了烈士纪念碑 其正面 绢合着黄牙洞保卫战的经过 背面则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四十多位烈士的姓名 1944年9月 军工部对太行军事工业 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 将分散的工厂 又逐步集中扩大 变成了几个兵工厂 黄牙洞兵工厂 成为了太行军事工业的代名词 为八路军军工事业 奠定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